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本身是民族国家概念的诞生地 但是这些民族国家其实是经过其检验的 大多数的国家在历史的形成过程当中 都曾经出现过被摒吞或者被分割 拥有自己的认同 在这个状况里头 当民族国家概念越强 那么某个程度 他和欧盟希望把欧洲整合为一体 让世界不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陷入因为民族国家的概念 而产生战争的整体愿望 刚好是越走越远 认同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情感 而这个情感你可以诉诸历史 可以有它的经济基础 也可以谈到经济的选择里头 你是否要牺牲你的认同的情感 你可以谈到过去 在或是到现在 整个中央跟地方的架构里头 你是否得到合理的对待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一项图像 而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加泰隆尼亚 对欧洲来讲不是唯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为如果加泰隆尼亚的公投 它变成是一个范例 我们可以看到的 不只是欧盟的解体 是非常多国家的解体 这也是欧盟 它对于加泰隆尼亚要独立 欧盟采取的态度是 No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此门一开 后果不堪设想 很多国家的问题会一直延续 不断的不断的延续下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10月1号所举行的 加泰隆尼亚的公投独立 我刚刚特别提到 苏格兰的公投独立的日期 是在2014年的9月 当时的投票率是84.6% 而这一次呢 加泰隆尼亚当地的独立 它的投票率只有42.3% 那如果按照原来加泰隆尼亚 在上一次咨询性公投 或是之前 整个西班牙的公投法 你投票率一定要50% 而上次咨询性公投的时刻 那时刻呢 那一次的加泰隆尼亚的公投 是设定叫做咨询性公投 那么当时呢 欧盟也反对 西班牙政府也强烈的反对 那时候正处于欧债危机 而加泰隆尼亚自己本身 可能有庞大的债务 所以呢 他也最终并没有 大多数的人say yes 甚至加泰隆尼亚的自治区的政府 根本没有公布 那一次公投正式的一个结果 而如果相较于上一次 咨询性的公投 投票率是40% 这次投票率是42.3% 那么整体来讲呢 你可以讲说加泰隆尼亚 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一点点 而这次他受到国际瞩目的原因是 西班牙刚开始轻忽了这个危机 欧盟也没有把这个危机 当成非常重要 他就觉得你几年前 才刚闹过一次 那投票率那么低 那么他们没有想到 当地加泰隆尼亚 在2010年的时候 他选出来的加泰隆尼亚 自治区的政府 是属于独立的执政联盟 就是主张独立运动的执政联盟 那他就直接的把法律修改 简单多数 不要50%的投票率的门槛 那这个修法 当时反对派就以离席抗议 因为他们的人数比较少之外 他们认为这个修订本身 就是替未来虽然没有办法过50% 但是下一步的独立公投进行铺路 但是我刚特别提到 最终的投票率是42.3% 那么经过后来再做的民调 虽然相当多的人 对于西班牙的马德里政府 派警卫 警察直接来到这个地方 最后动用了不只是棍棒 甚至动用了橡胶子弹 感觉非常的愤怒 可是现在为止 民调仍然是一半一半 有一半的人主张维持现状 一半的人要求独立 10月1号 加泰伦尼亚独立公投的前一晚 红黄滚香间的兴起 漫天飞舞 Reverendam 公投就在否券 公投选票上只有一个问题 你想要加泰伦尼亚 以共和国形式 成为独立国家吗 选项也很清楚 是或否 只是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的 加泰伦尼亚 民众告诉BBC说 离婚必须干净利落 因为西班牙政府会殴打你 阻止你离开 他可能输对了一部分 10月1号 在西班牙政府事前 已经定调 加读公投违线 不准办理之下 7000名追报警察 长驱直入 推倒为离 禁止民众投票 散布于加泰伦尼亚全境 共2300个投票所闻讯 立刻纷纷以各种方法 或设障碍或围成人龙 想阻止警方进入 但受法院之令 需封闭投票所 没收投票箱的西班牙警方 直接动手强拉 或攻其阻挡的抗议群众 10月1号下午10分 最大的冲突 发生在自治政府主席 普伊格蒙特的家乡赫罗纳 为了阻止普伊格蒙特投票 警方在他预定投票的运动中心 砸碎门口玻璃门 切断铁链 强行进入 投票所内 民众高举双手 高唱加泰伦雅国歌 投票所外 冲突在起 投票所内 是非常难解决的 因为 你暗闭不太说 一共通编制 一共通编编程 一共通编程 有一共通编程 一共通编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西班牙镇报警察对阻止选票箱被冲攻的民众 终究无法避免了 一发射橡胶子弹激烈收场 总计超过800人收场 由于2300多个投票所中 约有1300个被警方封闭 自治区政府在10月1号公投当天 才临时公告更改投票规则 改为民众可以在地区内任何投票所投票 10月2号加泰总亚自治区政府宣布 6万人投票 投票率约为42.3% 其中赞成独立者为92% 若干据自治区议会9月自行通过的公投法中规定 公投未设定门槛 以及不管投票率如何 结果都有效的条文1而言 以加泰隆尼亚10月1号公投赞成独立者为92%的结果 自治区政府说 依法他们可以在公投后的48小时内建国脱离西班牙的统治 但加泰隆尼亚10月2号宣布公投结果之后 自治区政府宣布的议事仍会有行动 自治区政府公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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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刻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一刻我可以告诉你 所有人都已经知道 和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 在这一天 今天有没有认识的状况 在这一刻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一刻我可以告诉你 所有人都已经知道 在这一刻我都已经知道 在这一刻我认识 对于加泰隆尼亚将军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 双方都机关顺警 但长期而言 最大输家恐怕是西班牙总理拉霍伊 一方是加泰隆尼亚自治区主席 普亦格蒙特 挟着街头力量与公投结果的优势 与中央对质 而拉霍伊这方的优势 一有宪法明定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依据 二有多数西班牙人反对加毒公投的民意 三有欧盟和各国的支持 四有多数加泰隆尼亚人公投前仍有半数 反对独立的游历现实 但拉霍伊自己却舍弃了四张好牌 反而采取暴力压制公投 强硬收法 将加毒运动推向了更激进的阶段 造成僵局更将自己也反现长期的领导危机 英国BC也观察拉霍伊动用军警 让欧盟尴尬地无法谴责暴力行为 因为分离主义分子在欧洲各地此起彼伏 包括也在西班牙境内曾被定调为恐怖组织的巴斯克人 争取经济独立于比利时的荷兰语区佛兰德 德国巴巴利亚也闹独立 还有想独立于意大利之外的威尼斯北方联盟 以及争取脱离法国的柯西加岛 不过受加毒公投情绪牵动最大的 恐怕是英国脱欧后欲走向二次独立公投的苏格兰 十月三号欧盟表明加毒属西班牙内政 欧盟无意愿当调提人 已被认为是表明欧洲与分离主义不相运 欧盟表明加毒属西班牙内政 欧盟无意愿当调提人 已被认为是表明欧洲与分离主义不相运 欧盟的立场 因动用军警而更现复杂的加泰隆尼亚局势 英国金融时报悲观地认为 一场全武行恐怕让交习分离主义的解决方案 如今更现棘手了 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加泰隆尼亚 这一次的演变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是2010年加泰隆尼亚的自治区政府 是由独派进行执政联盟 所以它等于是有计划的 一步一步的走向独立公投 而当时在欧债危机最高峰的时候 2012年跟2013年加泰隆尼亚深陷债务 最后是由西班牙从整个 从欧盟得到的特别基金当中 得到一大笔钱 总共670亿的欧元 也可以说是那一年 整个西班牙陷入欧债危机里头 加泰隆尼亚是受惠最大的一个区域 所以上一次的咨询性公投 事实上加泰隆尼亚的自治区政府 完全没有公布正式的投票率 那么相当多的国际通讯社都进去观察 他们的看法是那一次的投票率 可能连40%都不到 只有37% 那么根据加泰隆尼亚自治政府宣布 有80%的人赞成独立 那这一次赞成的人 显然人数是增加的 是90%以上 那么投票率也升高了 至少升高了2%到5%左右 可是就像我刚才告诉各位的 基本上是一个拉锯战 是一个认同 跟面临脱离的时候 各种 比如你要成立国防 从哪里来 你的财政 你的货币 那么欧盟能否接受 欧盟基本上接受的几率很低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为大家所分析的 因为整个欧洲 应该是走向欧洲议题 这是欧盟的希望 他并不希望西班牙内部有两个地方独立 意大利有两个地方独立 法国也有科西加独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各国领袖 大概除了英国首相梅伊 做了双边的谈话 他说谴责军警的橡胶子弹的暴力 但是也同意这个国家执法 所以坦白说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 但是他们都希望能够维持 西班牙的整体性 这大概是欧盟的态度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加泰隆尼亚过去这段时间的公投事 这是一个失去国家303年的民族 寻回尊严的历程 而你我都是见证者 加泰隆尼亚10月1日公投表决票上只有一个问题 你想要加泰隆尼亚以共和国形式成为独立国家吗 加泰隆尼亚10月1日公投表决票上只有一个问题 加泰隆尼亚10月1日公投表决票上只有一个问题 你想要加泰隆尼亚以共和国形式成为独立国家吗 只要两个要和不要 我们都准备了 我们有决定要做它 Raúl Romeva是一位的计划 的葬立国人的葬立国人 而是一位的权利亚 而是一位的权利亚 我们都要权利亚 权利亚 权利亚的权利亚 是一位权利亚的权利亚 的权利亚人的权利亚 他的权利亚 他拥有厉害的 议划 是一位权利亚的权利亚 是一位权利亚的权利亚 Famous for its spectacular human towers a tradition dating back to the 18th century Catalonia is one of Spain's wealthiest regions incorporating the tourist hub of Barcelona and a thriv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history of Catalonia goes back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d was believed to be a separate na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s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ern corner of Spain bordering France and Andorra With a population of 7.5 million people It's the wealthiest of Spain's 17 semi-autonomous regions In the 12th century, its kingdom came under the rule of the neighboring kingdom of Aragon In the 15th century, when King Ferdinand of Aragon Queen Isabella of Castilla married and united their domains It became part of a unified Spain 兩場政治聯姻 使得加泰隆尼亞成了西班牙王国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保有自治权 最终是300年前的一场战争 让他们失去国家 也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在王位的争夺战中 西班牙国王指派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武士继位 但是加泰隆尼亞却站在奥地利哈布斯堡 菲利武士攻下了加泰隆尼亚后 便予以打压 废除上百年的自治特权 并且禁止说加泰隆尼亚语 定西班牙文为官方语言 沦陷的9月11日 也就是加泰隆尼亚民族式的由来 加泰隆尼亚为了共和国 与弗朗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对抗 1939年巴塞隆尼亚沦陷 弗朗哥剥夺加泰隆尼亚的自治权 他们不能挂自己的国旗 不可以说自己的语言 数以千计的地方运动人士 被处死或是遭到放逐 文献世界周报曾经在2012年 到加泰隆尼亚拜访两位可爱的老先生 他们就是在弗朗哥时代 第一次把加泰隆尼亚国旗 立在Music the Pole国家歌剧院的人 在他们的记忆中 弗朗哥统治的那36年 是黑暗的岁月 1975年佛朗哥逝世 西班牙重回民主制度 采行新宪法 加泰隆尼亚重新看到自由的曙光 于是有1977年 那场历史上赫赫有名 最重要的一次加泰隆尼亚民族是 上百万人高呼自由特赦自治 隔年加泰隆尼亚自治政府重新建立 2006年加泰隆尼亚举举办地方自治权扩张的公民投票 获得更大的自治权 独立的议题再次兴起 一般认为与欧债危机有关 简单来说就是加泰隆尼亚虽然贡献了西班牙高达20.1%的GDP 高居西班牙各行政区之冠 但是随着欧债危机爆发 西班牙陷入衰退 中央补助款从16%砍到了9.5% Pro-independent supporters claim Catalonia is robbed by Spain The gap between what Catalans pay in taxes and what they get back in services is 10 billion euros per year That's around 4% of Catalonia's GDP 独派阵营以违反公民原则为优 开始积极鼓吹独立公投 不过真正的导火线出自于2010年西班牙宪法法庭的决定 But in 2010 the Spanish courts rejected a change to the constitution that would have given the Catalan language preferential status Many Catalans viewed this as an insult and it strengthened pro-independence feeling 这股呼声在2014年9月并入西班牙300周年时达到最高峰 由于自治权大幅降低 再加上对中央补助款分配不满 加泰罗尼亚独派政府 不顾西班牙宪法法庭的公投违宪判决 於2014年11月9日 發動了一場獨立意向非正式公投 這場不具法律效力的象征性公投 贊成脫離西班牙的有80.7% 贊成與西班牙組成聯邦的有11.1% 但是更值得關注的是 投票率僅有41.6% 主要是因為公投不具合法性 無法做出實質改變 2015年 主張獨立的政黨在議會選舉中拿下伙伴席 通過一份為期18歲月的獨立方針 目的是舉行一次有法律約束力的公投 主張公投通過之後 會在48小時之內宣布加泰罗尼亞獨立 若遭到否決就解散議會進行大選 為求過關 議會免除公投投票率門檻限制 以絕對多數決定 這是對西班牙憲法的公然挑釁 因為依照憲法 西班牙是不可分割的國家 在西班牙憲法上有一個文化 1978年代的文化 這份文化 這份文化 並且在全民的民主 包括九十人 在加州 那份文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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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儿一个现实的问题是 真的是所有迦泰罗尼亚人都想独立吗 一份迦泰罗尼亚政府今年7月的民调 或许能够说明现况 结果是41%的迦泰罗尼亚人希望独立 49%的人反对 而10月公投最终开票结果 虽然赞成独立的选票超过九成 但是投票率只有42.3% 因此若以该区居民人数换算 赞成独立的只有大约三成半 所有搜索都表示 没有一个大部分 甚至少在选择的选择 但也确实是有一种感觉 加泰罗尼亚的妻子 本来只有红色与黄色 意思是为国家战死的英雄 手上最后的四道血痕 后来加上去的蓝色星形 是代表独立的棋子 至于说 无论值不支持独立 都是骄傲的加泰隆尼亚人 那么现在关于加泰隆尼亚 独立整个所有公投的结果 到底要怎么样解决 各方呼吁坐下来协商 不过现在在进行的是司法战 首先是宪法法庭 西班牙的宪法法庭直接认定 如果在10月9号 就是礼拜一的时刻 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政府 或者是议会 尤其是议会 讨论关于独立共投 并且通过独立共投的话 基本上是违宪而无效的 那么自治区的政府 因此就做出了第二轮的法律战 第二轮的法律战就说 好 那你禁止议会 那由我自治区的政府 曹你独立的声明 再交给议会 目前双方是限于司法的斗法 整体来看 大多数的国际都已经主要的 欧盟的国家都表示 他们不会承认 加泰隆尼亚的独立 10月1号公投后 支持与反对加泰隆尼亚独立的两方阵营 各自以大罢工或大动员 与西班牙巴西隆尼亚街头 整整一周后 普京喧嚣漫漫安静 10月6号 大批支持家族的群众 以不出声的绕接 或高举双手献上鲜花 无声抗议 西班牙政府的暴力还默示 局势发展至今 没有人确定 下一页是什么剧情 但是不知道 看起来 调价的禁忌 一些反正的 混出 在rit销 我强yr 我计计 内容 瑞莓 66 似乎 中 有這種暴力的暴力 情勢又急轉之下 西班牙憲法法院判定禁止會議召開 否則議會將面對情勢行動 而西班牙法院的這個命令 也讓加泰隆尼亞在政府各黨派的分歧 不上改變 Esto vulnera la libertad de expresión y el derecho de iniciativa de los diputados y las diputadas de este Parlamento Es una gran ocasión para Junqueras y Puigdemont Es una ocasión, una excusa para frenar y dar marcha enrere en la seva aventura ¿Puigdemont de aquí? ¿Puigdemont de aquí? 西班牙政府不承認公投 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又硬扮公投 看不見一方妥協的僵局中 CNN引用巴塞隆尼亞政治學校數的看法 分析加泰隆尼亞的下一步 可能有三個選項 First is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giving Catalonia more autonomy The EU says it cannot act as a mediator without an invitation from Madrid and the Catalonians said that they're disappointed that the king didn't even talk about mediation The second, and this is perhaps, well not is perhaps it'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Catalonia declares independence That was expected to happen today Leaving Spain would also mean leaving the European Union Catalonia would find itself outside the single market and would need to set up border controls and it's highly unlikely, highly unlikely that Catalonia,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ould be allowed to rejoin the Union anytime soon if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Spain would veto it The third is just perhaps as dramatic Spain clamps down Now, using what might be described as a nuclear option Article 155 In that case, it would suspend the autonomy that Catalonia already enjoys To do that, invoking that is dangerous in a country where Maris and Franco are still very much alive I made a policy that has to power Afinal India's national market both kind of civil rights and other audiences The third are about this and the left is the number of the issues to take place on the Books for Japan Let's take a picture if you're around the role of the globe because hot trafficLEX ès are more likely The three things that requests things 占全国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 2016年来访西班牙的 7500万游客当中 1800万选择加泰隆尼亚 为首要目的地 支持加毒的人常喊 马德里抢劫我们 的确其来有自 据统计加泰隆尼亚交给中央的税 比中央花在他身上的拨款 整整多出100亿欧元 然而经济学人认为 这个理由也有可疑之处 因为加泰隆尼亚的边界 外交、国防、中央银行 皆由西班牙政府支付管理 加泰隆尼亚商品和服务的主要市场 现在也是西班牙 但在很多国家 贵的地方是比较坏的 选择人员 选择人员 说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会让大家都比较好 而另一个让谈判棘守 是知识家读者不退让的自觉权和被尊重 有一种战争的肯定 72MPs被选择 判认处 这一场计判 我认为175MPs 民主党认为他们有允计 但这种疑问 虽然他们赚了53%的党党 他们只赢了48%的普通选 议计评计显示 71%的民主要选择 但只有41%都可能选择是 除了人有半数以上的民意不支持独立 路透社也分析 从传统国际法而言 自绝权并不适用于 一个国家内部的少数族群 只适用于被殖民 被种族隔离政府统治 被军队占领的民众 因此国际社会目前承认 南苏丹 东地温和科索沃的公共结果 然而以加泰隆养的案例来言 恐怕未免成立 现实8月7月 更复达的加泰隆养 公投独立产生的代价 也开始发酵在西班牙市场 银行股受挫最严重 Ibit 35银行股指数 4号一度解惑了一贯点 创下2015年3月首次 三天来重挫3.5% 西班牙第三大银行 一时加泰隆尼亚最大的银行 Paisabelle 以及第五大银行 Separdel 本周纷纷召开了紧急会议 考虑将把总部签出加泰隆尼亚 比安抚存户的不安情绪 独立 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 恐怕加泰隆尼亚自己 都仍在震态之中 优优独立 我们看到人类政治史的 一个特别的状况 或许欧债危机是一个 最终诱发加泰隆尼亚 决定要公投独立的原因之一 但也或许就是 过去长远的历史 也可能是宪法法院判决 不可以把加泰隆尼亚语 这个地方的语言 当成主要的当地的官方语言 或许或许 但是当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加泰隆尼亚需要西班牙政府 对他的支持 人们了解危险 在那个时刻 反而截至了 他们决定走向公投独立 当西班牙的经济大幅复苏 这跟美国也很像 就是当美国的经济 开始强劲复苏的时刻 美国人开始算起了贫富差距 开始算起了 华尔街所制造的 金融海啸的账 就是人们不是在 危机的时刻跟你算账 是在危机的时刻 他自己也感觉很危险 他愿意跟你一起忍耐痛苦 然后他的耐心慢慢失去 等到危机慢慢解除的时刻 他会压力过一样 就炸开来了 所以加勒尼亚最终的渴望 是欧盟接上他们 或者他变成挪威模式 就不加入欧盟 可是可以和欧盟进行 单一市场进入 也就是英国脱欧时候 打得如意算盘 但是欧盟不会鼓励这个形态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情感 认同 经济跟国际政治 常常他是完全没有办法 是同一条路的 只有他全部都在同一条路的时候 你的情感 你的认同 你的公投 你的国际政治情势 会让你走在同一条坦途里头 最后公投成功 请看我们的记者 在加泰隆尼亚带回来的报道 加泰隆尼亚人很早就很会赚钱 19世纪 他们有一种叫做布提菲拉的香肠 用德国的机器 北欧的猪肉 亚洲的香料 再用船大卖到世界各地 最原始的国际贸易模型 加泰隆尼亚人勤劳 不爱喝咖啡才750万人 就制造出西班牙全国五分之一的GDP 他们骄傲 因为他们是勤劳 而且很有头脑的加泰隆尼亚人 跟香槟一样好喝 甚至比香槟更好喝的 是加泰隆尼亚的气泡酒Cava 是Tolero家族的第三代 经营加泰罗尼亚 最古老的Kava酿造厂 爱说笑的Agusti 唯一说到出口数字的时候 就变严肃了 2006年 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 西班牙实施 报复性的抵制和禁运 那一年的耶旦节 Agusti他们的出口量 掉了三成 西班牙政府发简讯 到国人的手机说 所有加泰罗尼亚的产品 都不要买 还做了一个对照表 从婴儿尿布 到铭鱼罐头 到狗狗饼干 不买加泰罗尼亚的 还可以买什么 2006年 是连串的恐慌 和失业的一年 2012年 Arctur Mas领导的 加泰罗尼亚政府 再度高举独立旗帜 最大的印刷企业老板Jose 公开强烈反对 一旦独立 他会马上把所有工厂撤离 他就是那位 被迫一出生 就喝Cava的孩子 每天跟老爸一起 并肩作战 喝了五杯Cava Agusti才说出 他对独立的看法 其实很矛盾 理智和感情的角力 是很轻松的 因为一件事是 是什么叫做 其他人 其他人 是什么叫做 其他人 这也是很加碳的 是前加泰罗尼亚的文化部长 推广文化 说穿了 就是推进独立 2013年 他打破惯例 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 还在访问一开始 就说加泰罗尼亚语 跟国语一样 是美丽的语言 但 Galaznada 他也承认 争取了三百年 都没有成功的读力 比想象中的 还要难很多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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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自称 很不浪漫的 加泰罗尼亚人 计算过 独立的成本 到底有多高 成立中央银行 需要黄金 除备 粗略估计 每个加泰罗尼亚人 要一人 绝一公斤黄金 申请加入欧盟 克罗尼亚 花了十年时间 同样 从南斯拉夫 解体出来的 科索沃 到现在还没有 得到联合国的承认 军队 国防 都得花钱 UBS的报告 说得更直接 独立后的 加泰罗尼亚经济 将会是阴沉的 甚至是一场灾难 我们会在内 或是外国 如果我们会有 以外国 没有办公司 我们会有 或是会不会有 党 这的确是不错的 但是很多事情 必须通过事实来衡量 而不是仅靠抽象的想象 这是沃比爷爷的 爷爷的土地 四十年代 在弗朗尼亚统治的时候 他的土地被没收 无产阶级 是唯一的主张 好不容易 撑到七十年后期 恢复民主 又再等了三十多年 加泰罗尼亚政府 却没有把土地 归还给人民 沃比说 这是他们这一代 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和失望 我从来自身孙 我我计算得大 很小 我从小学年 我被读败 我认为 Franco 和人家 因为我 我并于当年 我认为 我去看 又是爸爸 我当年 是有什么 从小学生 你都在 那么重 那样 我对 怒迫 是 优劳的 政治家可能很聰明的 用很多漂亮的词组 达到混淆的效果 Self Determination 自主自觉 只是独立了之后 我们就真的自由了吗 Zither Harp 我们来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结束了四连涨 在周五的时刻道成指数下跌了0.01% 所以也不算什么大跌 然后next指数小涨了0.07% S&P小跌了0.11% 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美国就业数据正式的公布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呢 第一个整个就业是下滑的 九月份的非农业就业创下七年首度的萎缩 不过一般的看法这个跟飓风的影响有关系 光是飓风就影响非农业的就业短少了33000人 可是仍然有一些好的数据 比如说平均的时薪 这对美国非常的重要 平均的每小时的时薪 跃增了0.5%增幅高于市场的预期 另外失业率再度下跌了 0.2个百分点到4.2% 所以一般的看法 年底美国联主会升息的几率大增 整体来讲一整周 美国股市都是大涨的局面 因为整体美国的经济前景 完全是看好的情况 华尔街日报说 看起来牛市无止境 美股出现了20年 连创新高最长的记录 而政府的减税计划 促使很多人压住了自动化类股 加上升级类股等等 所以从高科技到升级类股 全部都在涨幅 道琼指数本周涨了1.65% Nestec涨幅1.45% S&P涨幅1.19% 大多数的数字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美元的部分 由于预期年底的时候 美国联储会应该会升息 本周美元上涨了0.78% 黄金则下跌了0.77% 那未来一年美元 是不是会继续的下跌 还是什么状况 路透社的调查是未来一年里头 美元料将最多持稳 或是略为下跌 欧元对美元本周下跌了0.74% 英镑是最戏剧性的 英国的首相梅伊 在一场荒腔走板的国会演说之后 是否应该要下台 在保守党执掌内部 正出现了两派的公开乱战 这使得英镑本周大跌了2.46% 而对欧洲经济的复苏信心 表现在本周的欧股 虽然Catalonia Catalonia的公投结果 使得西班牙的政治线 与一片混乱 而西班牙的股市 本周也只跌1.89%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很多欧洲经济专家特别提到 西班牙经过嘴结措施之后 它的经济复苏是最强劲的 所以本周的股市跌幅1.89% 意大利跌幅1.34% 而德国跟法国都是涨幅的 法国正面临整个劳动法的全面摊牌 我们将在下个礼拜为大家做出重大的报道 马可罗已经正式的签署行政命令 修改法国的整个劳动法规 而受到美元强劲的影响 本周亚币对美元部分出现的大多数贬值的状况 信贷币贬值了0.23% 含环持平日币贬值了0.10% 待会回到文献的世界财运周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